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场面 所以你的这个神奇的功能感到非常的重 也是一个有些害怕 不要害怕 我是想问我自己在整整三年前以来 大概三年前的今天 我突然一下子投过去离岛 然后就送到了医院 这三年来我走遍了中国国外所有的医院 差不多任何人就是时时刻刻 每分每秒都是图分的 我们家里人也有幸福的 也帮我请了很多的 我自己的数字带我也不是太深 除了以外面其实我只有场面 我们家里人帮我 台南今天就会让你相信 台南都会帮你吃 你妈妈不知道帮我刻了多少头 进了多少斧 看到了多少墙 但是就是什么也查不出来 你嘴巴你最好现在不要乱讲吧 真的懂吗 不是不灵 第一个人有念证 第二个你这辈子相信都不相信 你妈妈求有什么用啊 你肚子饿 你妈妈天天天在吃饭 你会饱吗 这么简单到底听不懂啊 你要自己求的 你不求 一开始我不是一股不求 过来自一年来 我也一日才有求的 当当的单身求是没有用的 要念经的 明白了吧 我们知道有灵性 像这样的有灵性 还是什么也没用的 你几年数什么的 六五年数十二岁 我告诉你啊 在你头晕三年的之前 你家里有没有一个人过失 我头晕十九年开始的 当我爸爸是零四年过失 对了 你知道谁在你们身上吗 我可以告诉你 你跟你爸爸找到最长时间 对 一点点 帮他找到毛病了吧 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了吗 我非常 我现在不太信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太信了 我爸爸不信的时候 我没有回去 对了 而且你是个讨在鬼 听得懂了吧 没回去 那是小事情 因为你一直让你爸爸烦恼 而且你不是太孝敏 听得懂了吗 哎呀我又买糖 给我爸爸吃 再拿他巧克力 每次我都买回去 给他吃 你看他当补药吃的 我再吃了一样的 听不懂啊 不够一下 我说 差的太远了 他现在在你前面上 你现在好好地忏悔吧 你每天要给他念三遍礼佛 什么 三遍礼佛大家会问 他把你气了 等下把你气的了 还有 给你爸爸的小花子四十九张 大家出去问 好吧 在你念 念到大概二十一章到 三十八章当中 你爸爸会回来看你 请问的话 看你就是空中 你会看到他们的 你跟我老实点啊 嘴巴不要再乱讲话了 明白了吗 哭门了 你几年 所以我们做人不要在活着的时候 对老人家不好 对不对啊 死了哎呀 我对不起他 没什么平衡 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对不起他 对谁 只要有缘分 我们就对他好一点 单单说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好了 我帮你毛病找出来 你自己好好的念小房子 从今天开始 你只要心中一直感觉到 爸爸我对不起你 我很惭愧 我可以告诉你 你慢慢做就会不会晕了 而且你一定一样的在讲 爸爸我一定把你操作 因为我妈 不要难过啦 今天你先相信了 才想会救人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年轻呢 自己开始吃饭了 所以你自己就会抱怨了 而不是叫你妈妈吃饭 你肚子还是脱子的 明白了吗 好了 不可以下去 不可以下去 才问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要 中国要签 实在是很难 要命出签 抽号 现在怎么这样 你怎么不说 这么骆驼 我真的签太多了 那是经常出签的 我看你马上要出签了 赶快讲啦 不好意思 我还有朋友 就是刚刚坐在我身边的 他托我一定帮他问一下 他可以挖你手头的 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灵性 他身体也好痛 可以挖你手头的吧 你告诉他 有灵性 在他的胸部上面 要叫他特别当心 他的乳房会出事情来 乳先真身要特别当心 明白了吧 怎么办 念听 念什么听 小房子 我告诉你 要想不出事情 你小房子 一个星期念三张 好吧 你们听台上的话 我告诉你 没有生爱症的人 如果有决心 念四身九片大悲众 台上保你不生爱症 不要等他生出来之后 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不灵了 听得懂吗 就炸药一样 不要让他爆炸 爆炸之后就不行了 没有爆炸之前也可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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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